然后接下来咱们来想就是 现在我要做什么 现在我要做的是不是说 我基于是一份历史行为数据 然后去预测他的一个行为是什么样 然后呢就不是行为 他的性别是什么 他的年龄是什么 他的学历是什么 要预测这三个东西吧 那这三个相当于什么 这三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预测标签了嘛 所以说你说要做这样一件事啊 我们需要该把数据极尽划分吧 要拿到特征和拿到标签吧 所以说在这里我进行了一个数据读取 读数据的时候这样去做的 就是把数据当中几列拿出来了 分别是什么 咱们的特征是什么 特征就是他搜索的结果嘛 我们管他叫做一个行为数据 所以说你看这里 我把什么拿出来了 这一块当中啊 就是把我的一个query list 相当于是行为 就跳了 把我的一个query list 我的行为拿出来了 上面三个什么 上面三个分别是性别 年龄学历嘛 所以说啊 就是下面这个query list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特征 然后上面第三个呢 相当于是我标签 我可以进行一个预测了 然后咱们到时候啊 拿这个就拿性别来进行一个举例 当时大家来去用的时候啊 可以去看一下年龄啊 学历啊 当前结果都怎么样啊 因为这个性别做二分类 咱们就是换那个很小举站 比较简单 所以说一会儿呢 咱们就拿这个性别啊 来去举例啊 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这块还打印了一下 DataFrame的一个info值啊 这个咱们就不看了 然后训练集 还有咱们的一个测试集啊 基本上都是接近于那么一万个数据的 为什么少了多少啊 原始数据不是一万个吗 不是取一万个 为什么只取到9788个吗 然后咱们刚才是不是指这个Iris 等于忽略啊 那相当于什么啊 是不是说 里边有一些个别样本 它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个别那么一行 或者个别那么几行 我就没有取进来 那这个就是 我现在啊 把数据集进行划分 分别啊 切成了一个特征集 和就是咱们查询的东西 还有三个呢 咱们的一个标签集啊 做了这样一件事 做完这样一件事之后啊 然后接来 咱们这里想 现在我的标签啊 是已经凡美了 不就是都是数字吗 我也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 但是现在来说 我这个用户的一个搜索的一个行为来说啊 这个东西要不要变啊 要不要就是进行一个转换 或者说加上减去什么东西啊 这里啊 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些事情的 第一点啊 就是最基本的一项 我们要做什么啊 用户查了一大串子 这一大串子啊 它是一句话吧 所以说啊 我去这样一句话 对它进行一些分词的操作吧 比如说他今天 我说今天周期上场得了15分几个篮板 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啊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分词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引入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计划分子器啊 之前说过 用计划分子器啊 先帮我们进行分词 然后呢 它也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个磁性的过滤 这块大家可以选的方法就比较多了 我们一方面就是可以进行一个磁性过滤 然后咱们之前是不是还说过 有一个新闻分类任务啊 咱们就还要加上提用词 也能去做这个事吧 提用词啊 你也可以加进来 相当于是把我们的文章进行一个过滤 那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就是我先去啊 这块来看一下吧 先去做了这些事啊 这些事其实上来说 嗯 就是一个一个简单事 进行了一个分词 你看这块进行分词 然后磁性啊 我们进行判断 就是只保留啊 咱们最三种啊 这样最基本的一个磁性就可以了 其他词性当中啊 就是可能我认为 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用的 然后我就没留 只留啊三种最常见的 在这块来说啊 就是先上面写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当中啊 什么意思啊 就相当于是 把我这句话 一个就是一篇 就是怎么说呢 把我的训练集 先读进来 读进来的时候啊 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错误啊 就是写了一个try except这样一模块 然后呢 把我数据啊 进行一个读取 读取的数据词 实话啊 然后编读取 这块就是我写的东西 比上一个就是除上2000 什么意思啊 因为这块值行啊 可能比较慢 需要个几分钟 到十几分钟那样子吧 可能大家按照自己 笔记本不同啊 可能得一个十几分钟 这个是我取了一个 一万个的数据 需要十几分钟 可能不止十几分钟 可能二十分钟吧 如果说你取十万个数据啊 那你就是一个 十的倍数 这还有关系吗 可能啊 就是你得等个三四个小时 所以就是这就为什么 咱们用一个小数据集啊 让大家短时间内啊 就能就能够自己啊 执行出来一个结果 然后这块呢 这块就是我用了 这个激发分子器啊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 分子的操作 然后做分子操作的时候啊 就进行了一个 词性的判断 如果说 是咱们这个三个基本词性 我们就给它拿到手 不是啊 相当于是给它过滤掉 然后呢 接着啊 给它指定成一个 UTF-8的一个编码 然后呢 把这些分番词的结果 再连成一个字符串 再连成一个尺寸串的时候啊 找这块用空格 进行了一个相连啊 这块你看 用空格去点转一下 我当前的这个字符串啊 这就完事了 那这个啊 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流程 我看一下时间啊 时间是800多秒啊 800多秒的话 大概也就是 十几分钟那个样子吧 这个啊 就是我先对数据啊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分词 还有呢 磁性的过滤 然后咱可以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结果 我看一下 VitPass VitFile-1万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最好 我愿意用这个U1来打开啊 不愿意用这个Excel Excel看起来 比较麻烦 这个东西 这个打开也蛮慢的 因为我这个电脑 可能开时间比较久了 好几天都没关了 你看这就是咱们当前的结果 就是对于 这有点卡 这个对于第一个人来说 他搜了一些东西 搜了一些东西之后 原来是什么样子 原来就是他搜的东西 都是可能带有一些英文串 然后还有带有一些 拉马其道东西 我们进行词性过滤了吧 然后呢 还做了一个分词吧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 分完词的结果 对于每一个人 他的一个行为来说 就是他搜索了一些关键词 而不是这一句话 那对于这个关键词来说啊 这就是都是他的一些行为了 你看后面啊 这个比较慢了 后面就都是他的一些行为 行为当中啊 可能搜的词啊 有多也有少 反正呢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行为数据吧 一共取了一万个 每一个人当中啊 都是去搜索了一堆东西 这些东西当中啊 就包含了这样一系列的 一个关键词啊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 他的一个行为数据 那这个啊 这个咱们就不看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为了关掉 然后呢 有了这样一个行为数据之后啊 咱们这里啊 相当于是 用计划分子器啊 帮助咱们完成一个分词 这个分词比较简单啊 直接啊 就是写一个循环 一个一个去切 再把切完的东西啊 再连成一个串啊 这就完事了 也是很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啊 然后接下来啊 就是我们要去构建一个 磁向量的一个模型了 在我构建磁向量模型的时候啊 我们使用什么啊 是不是用那个world vector啊 它是基于神经网络去做的吧 然后这块啊 就是给大家列出来了一个参数定义 之前咱们也说过 我再说一下吧 就是有些东西 首先咱们说一下 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吧 输入啊 它有两种情况下 就是一种情况下 就是你按照 按照什么呢 按照它的一个标准 它的标准就是一个list of list格式 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要把数据啊 先处理好 处理成什么样的形式 就是第一个list 最外层的例子是什么 里面包含的是每一个人的行为 那里层的例子呢 就是针对于这个人行为 分好词啊 词 空格词 空格词啊 这样一个格式 所以说 它这里啊 有一个输入 输入啊 我们按照它的一个标准的格式 也指定就好了 我 然后呢 它有什么 它有这些算法指定吧 咱们讲过啊 这些算法的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指定这个算法 然后这个sense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需要自己指定的 它的意思啊 就相当于是 你的一个磁像量的一个维度 它是有多少维 一般就是一个100啊 到300都是可以的 然后谷歌那个啊 就是原始版本谷歌的嘛 它就是这样维度啊 这也是300维的 所以说人间原始的是300维的 咱用 咱用给它改变吧 不用啊 咱们也把这个size值啊 设成一个300 也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就几十啊 到几百都可以 50到500 这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Bindle啊 就是咱们那个窗口 要预测一个词 和咱们这个预测的一个词 和当前词最大距离 相当于是 你的一个窗口 是有多大 alpha学习率 然后随机种子 min count 相当于是 做一个阶段嘛 这些纸啊 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的 然后workers啊 就相当于是 嗯 电脑比较卡 你就不要设了 电脑比较好 你可以指定一个个数 可是可以指定的比较多 下面就是我们基本的 一些算法的一个设计了 要不要用这个soft math技巧啊 要不要用复杂样这个东西啊 这些就是 咱们四耳当中啊 都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参数啊 然后做这个模型 比较简单吧 第一步干什么啊 第一步啊 是不是说 我先把我的数据 转换成人间要求的一个格式啊 所以说啊 你看我在这块我也写了 就是我们第一步啊 要将我的数据 转换成一个list of list格式 是吧 这个是怎么去做的 是不是 我先把数据读进来 读进来的时候啊 把我们数据转换 你看在这块 我写了一个list的结构 这个list里边啊 它就相当于是 要存的是一句话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去存 然后呢 我去读每一行数据 读每一行数据的时候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词 都空格词 空格词 那你说以什么为切分啊 以空格为切分啊 切分出来的每一个词 然后放到当前这个人对应 你看 这块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 一开始 它是没有所有结果的 然后呢 我不断的切分 这个人所有结果 就不断的往里去加 这个list里边啊 就相当于是当前这个人 然后当前这个人做完了之后啊 我再把当前这个人 放到最终啊 我的一个输入当中 就形成了list of list的格式 就是外层 我也说了 就是所有的人 然后里层呢 就是一个人 对应着每个词 词和词之间 都是空格给它连在一起的啊 这样一个事儿 然后完成这样一个事儿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可以建模吧 就是建立啊 咱们就是最基本的一个 Word2Vector模型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指定啊 这个model 就是等于Word2Vector 然后把我的这个 我的数据传进去 然后呢 把我的一个size 词价量的维度 window窗口 Workers 这些传进去 那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就是我改变一下 其他参数啊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啊 你可以这个300位 你觉得少 你建500位 300位觉得多 你建100位 你都可以来试一下 不同的一个效果的 应该啊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然后这块就是我们先用Word2Vector 进行一个模型的构造